大家好,歡迎收看UTA TV 今天UTA是超級超級開心的 因為今天我要做一個 我想跟大家開了超級久的專題 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親囉服 我是一個服裝跨度比較大的人 就是我可以穿很帥氣很酷酷的那種衣服 但同時我也喜歡那種很甜美的 Lolita感覺的衣服 很多人都說巴黎比較危險 確實沒錯的 就是說如果在巴黎你自己一個人 你穿著比較誇張的囉服上街的話呢 你就會遇到一些莫名其妙來歷不明的騷擾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呢 我也不會在巴黎穿那種很誇張的囉服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些囉服呢 就是日常囉服 也是我最愛的一個品牌 暫時來說沒有之一 是最愛的,真的是最愛 跟大家講我自從入坑了之後呢 我的錢存起來我都買這些衣服 我基本上沒有買過那些正經的衣服 蠻少買的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牌子呢 就是JM 這個牌子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不算是太誇張 就是說它可以日常穿上街 覺得它的設計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給我感覺就不只是一件囉服那麼簡單 更像一件藝術品 JM這個品牌呢就是每一季都會給我很新鮮的感覺 開的第一集這個JM呢 就會介紹幾件比較舊的 還有一件新的 之後的幾集呢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個系列的話 我會繼續介紹 第一件我要介紹的呢 是大家看到封面的那一件 它就是JM的花牌 因為你們看它其實是有設計過的 就是說花的剪材 它不是隨便剪的 它這裡是一個花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花 這個光線已經覺得它很棒棒了吧 我挑的顏色呢是深藍色 我覺得灰藍色的話也很好看 有點感覺不一樣喔 一般人家買衣服都只會買一個色嘛 但JM的衣服真的有衝動到可以把它所有出的顏色 這個同一個款都買下來的 而且它的料子很好 就是那種很輕軟的 不會說硬邦邦的 就是軟的不行 這一種 而且我很感動的觸感 哇 絲帶的 中間腰間有一條帶嘛 它搭的是一條絲絨帶 這一條帶子 它是絲絨的嘛 中間這樣子一搭起來的時候 特別特別的好看 OK 那麼現在就換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間 頭髮呢應該豎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我細的不算是特別好 腰帶這個地方 其實我綁蝴蝶接不太厲害 它這邊還有一個口袋 它就是到我小腿這個地方 JM這個品牌呢 它是沒有尺寸給你選的 它全部都是均嘛 能穿就穿 不能穿的話 好像日本那邊是可以有幫忙改的 具體的話不太清楚 我是不高 我是1米59點多嘛 個人感覺長度還是蠻好的 不會說特別長 這個真的是大實話 雖然它長 但是還蠻顯高的 它的腰線在這個地方 它剛好適合我這種沒有腰的新人穿 感覺還是不錯的 那麼第二件要介紹的JM呢 就是我第一次入坑的一件JM 我自己第一次買的時候 我是feel到它色差是有夠重的 因為它圖片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它就是幾年前的一款圖書館系列 當時我還在讀設計我記得 我自從買了JM之後呢 我就跟自己講 就說以後長大要努力賺錢 每年都要給自己買一件JM 因為真的非常種草 它的料子完全是我的薪水 將將這一件 這件我不知道有沒有在之前的影片裡面出現過 藍綠色的 真的 這些地方都是金的 中間的腰帶呢 是幾年前的那種舊腰帶 就是這樣子的 其實還蠻搭的 也是很好看 領子呢 就是有點小髮式的 這個你看他們這些 OK這一件就是我第一間入坑的樓服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好看 然後我發現幾年前的JM的版型 跟現在有點不一樣 這一件呢 給我感覺就是 非常的冬天 非常的 精神 就穿上去有點 哇 很精神的感覺 而且它很羞身耶 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綁很好 然後它是 沒有袋子的 這款 它這條相對來說是比較短一點 它下面這裡是蕾絲 你們看 這樣子的 蕾絲的打底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小噴小噴的 而且它袋子底下呢 是這個 金屬的扣扣 就這一種 那麼下一條呢 就是JM的新妝園 將將 不過說實話 這條我沒有燙啊 我還沒有燙 因為我家的那個熨斗 我感覺瑪莉有點猛 我怕它會把它燙壞 這個新到連吊牌我都沒有剪了 這一條其實他們很多人都說 對矮個子不太友好 因為它真的很長 它就是超爆長的 整個下面這樣子 其實我種草的呢 是它的 林口這個地方 長度我本來想拿它去改的 但是我不敢改 因為它下面有圖案嘛 如果你改短的話呢 整個feel 出來都不一樣了 上面這一件呢 說實話它是有點透的 裡面呢還有一層 背心 就是打底 這個是絲絨的邊 然後 這些都是小天使 這條真的是有一種 很復古很古老的感覺 就是穿上就感覺是 就很久年代過來的 古老的洋娃娃的feel 我覺得很有穿越感 這一套 後面就是扣子扣 就是扣起來 它料子真的很好呢 很軟 然後 很滑 為什麼我看得那麼近 是因為它主要是這個林口上面 還有上身 它就是比較鬆的 鬆鬆的 然後它是微透明的嘛 它還蠻妙的 就是它本來不是這個色 然後它貼近你肉的色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色 嗯 因為你們看到中間它就是有一件那個背心 這樣子 它這一款呢 就沒有寬的袋子 就只有兩條這個小小的絲帶 就綁在後面 但它這個袋子呢 是絲絨帶 這條感覺就相當的復古 有很多人可能因為身高而會放棄這一條 但是我沒有 到我的位置呢是 離角落還有這麼多位置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還好啊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哪一條最好看 但是我覺得這條 不知道欸 感覺顯臉小 這種囉嗦呢 給我感覺就 有一種落落大方的感覺 就是很大小姐 為什麼那麼迷戀與大小姐這三個字 最後呢我要介紹的一樣呢 就是一條短裙 它也可以是比較日常的 但是我蠻喜歡 也是JM的 我就跟大家推薦一下 將將 格子 這一條裙呢 我之前是想買它的紅藍色的 但是因為約不到 所以就買了這個色 後面買了這個色之後呢 我才發現完全沒有後悔 因為我覺得紅藍色實在太普遍了 有很多品牌都在出紅藍色的搭配 也就是大紅色加深藍色 所以我就覺得太普通了 我突然就不想要了 反正遇到這個色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情 以前的影片上面有介紹過 然後我也有拍了照 給大家看 其實這條還蠻好看的 料子還是蠻輕盈的 它下面還有多一層這樣子 這個其實可以當一個皮帶用啦 你的衣服束在裡面也是非常好看 就是外面可以配一些小襯衫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都ok 他們家的話不知道為什麼 就什麼東西你買回來 上身都很好看 我之前跟大家講 我有個包是專門用來配洛福的嘛 就這個 我在這裡重新提一下 它真的很神奇 就無論什麼樣的洛福它都能配 它這個顏色真的是超萬搭的 可以雙肩嘛 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容量夠 我是很推薦 而且它的皮質是很好的 這個包真的 一講到洛福 我一定要講它 跟我今天這樣穿這一套 也是超搭的 今天呢這裡就是 我所介紹的所有的 三條OP還有一條XK的一個介紹 然後下一集呢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些 我穿洛福搭配的外套 就是一些JXK 就是那種背心裙 之後也會有一些新款 我是剛約到的 之後也會給大家做一個report 之前我一直不開這種的原因 是因為 自己純粹是我個人愛好嘛 就是說 有一些不一定能夠買到 我就是不想荼毒大家 就是不會大家說 啊看完了又不能買這樣子 好吧 然後之後也會有一些 特殊服飾的開箱 就是水手服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水手服 之後也可能會出一個搭配集合 因為現在要拍洛福的話 其實我沒有攝影師嘛 就是現在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頻道 自己拍自己 沒有攝影師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 之後會跟大家做一個 推薦分享的這樣子 然後上街的時候也多穿 然後就讓別人幫我多拍 好 好 那我今天這個洛福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影片 好 那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一點點喜歡我 打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我打一個like 然後大家不要訂閱我打TV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Towards下期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